欢迎收听《义士邪军》第八十四回 费梦辰听完这话白眉耸动 个人荣辱 难道比国家黎民还要重要吗 个人荣辱 这是军人的荣誉 赵建魂惨笑地继续说 也是 我跟你说这些干什么 你根本就不懂得 你是朝堂之上的大人物 一言之下外人之上的大人物 你不需要知道什么是军人的荣誉 你只要结果 对不对 费梦辰的气急而笑 这些天相成 刚才你有没有发觉呢 纵然你实力层次较低 也应该是有所察觉 若然如此强者真的参与战争 那么天相帝国 势必将在很短的时间里面就能够统一整个大陆 这对于我们来说 无疑是灭令之灾 何为军人荣誉 本国师自然也是知道的 但是军人荣誉绝对不等于迂腐 莫说军无悔不是我杀的 就算真的是我杀的 为了与唐 我也是问心无愧 赵静魂在马上挺立的标枪一般的背脊 突然回转 冷冷的说道 问心无愧 只会背后放冷箭的卑鄙小人 何时问心有愧过 是非自有公论 费梦辰呢 被他气得是瞠目结舌呀 这是什么人呢 为时是没有见过这样的死脑筋 每次谈到这个问题 就是剑拔弩张 老夫解释了十年 居然还不信 天伐森林的方向 一对野人一般的士兵呢 正踩着坚实的步伐 一步步的走出了天伐森林 这堆人之中 每一个都是衣衫蓝绿 充其量只是勉强挂在身上的破布条而已啊 有几个人身上 更是只在胯间呢 围拢着一块瘦皮 每个人的身上 都是纵横交错的伤痕密布 不下于啊 数十条的伤疤 几乎看不清楚肌肤本来的颜色 从这些伤痕足以看出 他们每个人都在生与死的边缘 徘徊了许多次 还有好几个人的腿脚呢 明显的是受了伤 走起路来一瘸一拐的 但是 每一步却仍然是踏得坚实 拒绝同伴的搀扶 拖着自己的身体却毫不落后 甚至于呢 连拐杖都不用 他们的身体虽然疲累 但是精神啊 却很高昂 一双双眼镜中 全是锐利的野性 肌肉囚结 数百人走在一起 如此狼狈的队伍 却自然而然的带出了锋利的杀气 让人不敢逼世 每个人的背上呢 都背着一个大大的包裹 即使是受伤不清的人 也不例外 每当双手碰触到这些包裹的时候 脸上啊 总会闪过了一丝自豪 很显然呢 每个人背上背着的东西 都是他们自己啊 凭借着自己的双手 烈祸的战利亭 他们一步步坚毅的 向着天香城的方向走去 虽慢 但却稳定 虽然说眼中无比的迫切 但是脚下呢 却依然的沉稳 走路的固定节奏 丝毫不乱 这些人正是被金末节 放逐到天伐森林 进行死亡训练的军家 三百卫士 经过了这短短的几个月 如果说 以前的他们呢 是矿石 那么现在的他们呢 已经提炼为钢铁 如果说 以前他们是钢铁 那么他们现在 已经蜕变成了一柄柄 锋芒毕露的杀人戾气 就在他们身后 天伐森林的深处 突然啊 两条黑影带着尖锐的呼啸 滑空而过 向着天香城的 急速的飞行而去 所有的人竟然都没有看清楚 这飞过去的到底是人 还是什么别的东西 只是两团黑乎乎的影子 一闪就没有了呀 君墨鞋呢 只觉得在灵气穿透的那一刻 突然之间经脉中的一阵鼓道 瞬间充满了经脉 经脉中流淌的气流 突然刹那之间就爆满了 但是接着 又像是一个没有底的洞一般的 全部的消失了 瞬间 尽都被红军塔吸走 空气一瞬之后呢 随即又是狂潮一般的倒卷而回 红军塔暂时啊 停止了灵气的输出 经脉中的气流 竟然在这短短的一瞬之间 壮大了许多 也凝视了许多呀 经脉中 一定有充满的感觉 现在的君墨鞋呢 已经到了开天造化宫第一重的瓶颈 只需一个契机 就能够一举进入第二重境界 作为修炼开天造化宫这样的功法来说 有这样的进度 简直是足以令满天的神佛都不可置信的奇迹啊 现在的君墨鞋的真实力量 若是以玄玄大陆的玄气标准来衡量的话 早已经是突破了九品大关 一举突破到了银品中阶 但是 以他的功法作用 以及可应用的程度而言 即便是至尊神玄 也是没有办法比拟的 等于呢 是瞬间跳跃式的 前进了一大步 还是很巨大的一步啊 就这么短短的一瞬间啊 天地之间被红军塔吸纳过来的灵气呢 已经捐滴不剩的全部进入到了红极塔中 如此海量的灵气 竟然被红军塔一口就吞了下去 而且呢 还如同是茫茫大海中被加入了一滴水 完全没有吸气任何的浪花 虽然说那滴水足够大颗 可是相对于茫茫大海而言呢 实在是太微小了 红军塔第一次被军末鞋主动的激发 竟然爆发出了如此恐怖的力量啊 单单这股的力量 竟足以让整个世界都站立啊 其实呢 这也不就等于说 军末鞋已经拥有了什么天下无敌的力量 只不过呢 那红军塔乃是上古时期 天地开辟之前的神物 效果和起点自然是高得离谱的 军大哨的实力虽然提高了 而且呢 提高的比较多 但也只是相对于原本的他而言 半空中聚集的灵气 此时依然呢 尽数为红军塔所吸纳 而军末鞋的小院表面看起来 也依然全无异样 甚至于 与之前也几乎没有半点的变化 之所以说是几乎 只要是比较细心的人 踏进这里的第一步 就能够感觉得出来 整个地面呢 仅比之前低了三分 整整三分呢 还有就是 军末鞋面前曾经存在的那张 玉石桌面的茶几 已经连影子都没有了 无声无息的 就像是冰融化在了水里边 军末鞋的脸上 呈现出了痛苦的神色 他曾多次尝试啊 将自己的灵石呢 从红军塔中撤出来 但是 竟然知道现在 还是锁定在上面 军末鞋呢 有些不明白 只好耐心的等待 以不变应万变 突然 红军塔内部啊 一阵翻腾 军末鞋只觉得 自己脑中强烈的一通 突然红军塔呀 缓缓的落回了原位 周围 毫光瞬间呢 全部的消失了 与此同时呢 军末鞋突然感觉 自己的脑海之中 突然隐隐抄抄的 多了一些什么东西 天有乾坤 地分阴阳 阴阳轮回 一方有万物生化 人生之初 无非阴阳二气也 造化而出 造化而末 孤可隐于造化阴阳之中 万物可隐 人生亦可 究其来由 还在阴阳 阴阳顿 军末鞋慢慢地 一个字一个字地 咀嚼着这一篇 阴阳顿法 慢慢地体悟着 他发现了 这个所谓的阴阳顿 就说是一种相当实用的功法 炼成之后 足以能够让自己的身体呢 随时随地地 隐于周围 任何一件物事之中 若是练到巅峰 甚至能将身体呢 隐身于空气之中 可入水一顿树百里 入土翻山越岭 这乃是何等牛气的法觉呀 这红转塔 果然不是寻常之物 若是这里的东西 再多一些 那就好了 军末鞋 有些心满意足地叹了口气 突然之间呢 脑海中生起了一个念头 诶 若是隐身之后 前去偷窥美女洗澡 诶 比如偷窥自己那个美丽的嫂子 这个念头一升起来呀 军末鞋 顿时呸地一声 吐了口唾沫骂道 哼 军末鞋 你死了个死了吧 偏偏留下这么多 肮脏下流的念头来影响我 真是不可容忍 若是死去的 原军末鞋死后有之的话 定然会委屈地痛哭流涕呀 大哥 这 可是您自己想的好不好 千真万切 是您自己的想法啊 跟俺有啥关系啊 俺都魂飞魄散了 您呢 居然还把责任推在俺的身上 做人做鬼都不能这么无耻的 军末鞋啊 从前未接触过修真 甚至根本就不知道何为修真 虽然也就不知道 现在借在他脑海中的这套阴阳盾法绝 乃是何等牛叉的东西啊 自从有盾术以来 一向便只有金木水火土五行盾法 而且还因为天地本不全 五行一难周全 更要根据个人的资质天赋 装供一门 才有希望炼成啊 而这套阴阳盾呢 乃为阴阳之术 还在天地之上 故超出了天地不全的范畴 在开天造化功 作为基础的修炼下 一旦炼成了 却能够随时随地的自由隐身 基本上不受所谓五行盾法的规则限制 这样的功法若是放到一般的修真世界里边 也是足以让太多的人打破头的 但是 君墨学完全没有意识到 这套功法啊 是如此的伟大和难得 他从红军塔中得到 反而觉得呢 理所当然 反而觉得少了 这种想法若是让其他世界的修真人士知道的话 相信啊 立刻就会悲愤的狂吞一口鲜血而亡 做人不再这么无耻的 君无意 一脸震惊的出现在小院里 小心翼翼的走了过来 脚步不确定的踩着脚下的土地 以他晋升为天旋高手的敏锐的感官 虽然瞬间呢 可以觉察出脚下的土地啊 已经凭空低了三寸 不是消失了 而是脚下的这片土地啊 更加的结实了 这怎么可能呢 瞬间地线三寸 这需要什么样的恐怖的实力啊 这还不足为奇 更奇怪的反而是此园中的花草 甚至连一片叶子也没有落下 如此剧烈的激烈的冲击 如此大的动静 居然呢 连一片叶子都没有震落 未免就太诡异了 而还有一点呢 是最最出奇的 还是之前八人围坐的那张玉石茶几 那张茶几呢 质地疏异 异常的坚固 也无声无息的蒸发了 土地陷落 茶几消失 偏偏片叶未经 这算是怎么回事呢 怎么才能解释 如此离谱的现象呢 莫邪 这 君无意 犹如做梦一般 看着自己的侄子 希望自己的这个宝贝侄子 可以就这诡异的现象呢 给出一个说法 君莫邪思想啊 从虚无缥缈之间 退潮一般回到了自己的意识里面 整个人呢 似乎还有一些神思恍惚 我也是很奇怪的 三叔 千万刺激不要问我是怎么回事 因为我呀 现在也是一头雾水 也不清楚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君无意呢 宽容的笑了 总归不会是坏事啊 君莫邪呢 有些歉意的看着他说 应该不是坏事 哎 他们呢 哦 被我打晕了 到现在还在晕着呢 君无意 轻烫了一口气啊 哎 这次实在是很突兀啊 他们能不知道 还是不知道为妙 确实是很突兀 不过三叔 你处理得很好 君莫邪呢 站了起来 红军塔可是牵扯到 他穿越到这个世界的 质大的秘密 同时呢 也是他在这个异世界 安身保命攀上巅峰的 最大的依仗 绝对不能泄露 任何一点一滴出去 纵然是至亲之人呢 也是绝对不能泄露 有些秘密 注定要自己呢 享用一身的 唯有小白白 异常的兴奋啊 在他的身体上下 如履履平地的 来回的奔跑着 似乎依然兴奋的 不知所以 偶尔呢 还悬空的打几个翻滚 却始终稳稳当当的 绝技 不会落到地上 兴之所致啊 更一跃而起 抓住君莫邪 一流头发 掉在上面 是悠荡一回 呜呜地叫着 玩得不亦乐哄 君莫邪无奈地 看着这明显 有些兴奋过头的小东西 皱眉地说道 哼 这小家伙啊 看来是赖上我了 再说 现在没事了 稍后就把他们 几个弄醒吧 你还是先想一想 如何解释 才能让他们 不起疑心吧 君无一笑了 眼睛呢 突然落在了 小白白的身上 突然住了嘴 眼中闪出了 震惊的神色 脱口叫道 怎么可能 他 他居然进阶了 这怎么可能啊 他本来是七阶右手 现在是 以他天弦高手的目力啊 自然可以看得出来 小家伙与之前的 不同之处 以君无一的性格呀 居然因为吃惊 而有些失态 自然是震惊 意外到了一个极点 毫不客气的说 就算是在君无一面前 出现一个活生生的鬼魂 他都未必会如此失态 一只高阶旋兽 还只是处于幼崽阶段 居然呢 可以进阶了 这一不再是奇迹 而是神迹 进阶了 有吗 君莫协议把抓住小东西 不顾他张牙舞爪的反对啊 翻来覆去的检查了一遍 迷惑的说 哎 没什么不同啊 小东西唧唧 还是那么丁点 君无意一阵无语啊 好侄子 我还真以为你无所不小呢 你这论调也太搞笑了吧 玄奏的境界 能从看玄奏的那什么大小 看得出来吗 小东西也怒了 呜呜的怒思着 怎么说 咱们现在也是接近 顶级玄奏的存在 就算呢 咱还依恋你 还需要讨好你 你也不能对咱的那啥 品头论足吧 必是你 看玄奏的等级 又看那什么平定的吗 要知道 玄奏本身都有极其限制所在啊 进阶更受天赋限制 高级玄奏呢 尤其没有办法逾越这个帖子 至于像铁衣报这种 七节巅峰的高级玄奏 可以说 七节巅峰呢 已经是铁衣报的最高的限制了 要想再进阶 就算不是说绝对不可能 其难度呢 也是极其难以突破的 以铁衣报而论 若要再度的做出突破 首先呢 要在寿元壮年的时候 使自身的实力达到巅峰 因为若是在玄奏一旦步入晚年 即使实力达到七级的巅峰 那由于身体强度的退化下降 也会失去升阶的可能 不过 即使铁衣报在壮年时期呢 达到了巅峰实力 也只是有机会进阶的前提而已 因为若是真想进阶 还要得到天地的眷顾 获取一些神秘的机缘 神奇的天才地宝 这样呢 才能够有机会冲击进阶这条道路 未成年的铁衣报 直接不会有进阶的机会 事实上呢 绝大多数的铁衣报都要步入晚年 才能拥有积极悬瘦的巅峰实力 能在壮年就拥有巅峰实力 可以说是呢 很少 很罕见的 预知后事如何 欢迎各位切喜关注收听 意识邪军第85回